這居然是遙控器,幽蘭子的麥克風居然是遙控器 恰到好處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幽蘭子公司出的這個叫做TT35這個系列 它平常呢,作為一個登山障 還可以加強它的鎖定 你可以鎖得很實的話,它這個可以幫助你 那平常就是一個雙手登山障 完全全符合你的人體工學 還有防脫落的細繩 讓你牢牢的抓住 讚 那麼我這邊呢 當然還要再幫大家加強一些事情 就是變成三腳架這件事 它的收納也很簡單 它就是透過我們的這個幽蘭子的包包 我把它回復到收納狀態 讓你們清清楚楚的看到它厲害的地方 一般登山障碳牽的比較少 那我們這個就是這樣收 三根先把它立著 你也可以顛倒收 這樣收呢體積會稍微小一些些 收到它的編帶 收到編帶裡面去 那它這裡有一個就是可以快扣 讓你固定這個三腳架的部分 那麼你就給它收好 這邊可以 然後給它扣起來 這樣就很舒適啊 然後再扎緊 還有一個那個 束帶 這裡你看一拉 非常的人體工學 恰到好處 再來 另外一隻腳呢 我們就給它收到這邊來 然後一樣它可以幫你保護住 Keep住 OK 這隻呢 就是遊覽子的包包 所搭配的一個旅行用的三腳架 可以桌上行用 還吃的拍美食 可以登山用 那麼也可以當一般腳架用 它的Pen沒有問題 它的Pen是油壓的 Till Up Till Down 就不適合 如果你真的介意的話 就要再選擇有那個Till的 那因為我的直播 基本上已經沒有Till Up Till Down 的問題了 所以我就是選擇這樣的方式 那這樣的包包呢 有它的獨特與精彩 那我們今天要立起來 要做一件事 做成一個直播系統 多機直播系統 好 那我們就先開蓋 先立腳架好了 凡事都要先 好 這個一拉這樣子一般 就開了 設計的非常的好 然後打開 打開 這樣就變成一個桌上行三腳架 你的單眼相機就可以上來了 來拉開 鬆了 好 鬆了之後呢 漂亮喔 來開始做結合 結合方式非常簡單 遊覽紙的LOGO 朝外面 對著TT35這一邊 往下一拉 這麼一抖 結合完畢 超讚的啦 結合完畢 結合完畢 好 第一個階段 腳架先搞定 停止錄像 停止錄像